今天會為大家介紹最美味的食神叉燒 一個簡單易做的方法 保證一定好吃 讓我為大家介紹材料 要預備梅頭豬肉340克 叉燒醬一瓶 雞蛋一隻 以及這隻全球最受歡迎的即食麵 新加坡勒沙 先把豬肉洗乾淨 抹乾 然後加入2湯匙叉燒醬 攪拌均勻3小時 然後把叉燒平放在焗盤上 預熱焗爐180度 用180度焗25分鐘 拿出來再加多一層叉燒醬 然後反轉 再加多一層叉燒醬 放入焗爐焗多10分鐘 拿出來不需要反轉 再加多一層叉燒醬 最後焗10分鐘 如果要多點焦邊可以焗多5分鐘 新鮮出爐的叉燒燒得很美 煮麵 煮麵滾水 加兩包醬料 然後煮7分鐘就可以了 加上菜和蛋 然後放幾塊叉燒 這麼好吃 一碗都不夠厚 當然要吃一個食神叉燒飯 軟一點甜豉油 加上叉燒 真的飯都要多吃幾碗 希望大家喜歡今次的介紹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給個Like和Share 下次再見 然後煮1 配搭 看 好 看 說